141 楊城晚報 全國版 電影還需領付眼鏡費 2015年7月22日民生A08 楊城晚報信記者唐恆 實習生陳健 毅婷婷報導 買了貴價的3D電影票 及被要求自帶或令買3D眼鏡 近日 廣州市民程小姐向楊城晚報記者報料稱 他在花城會 影城買某場3D電影票時 及被要求額外領付3D眼鏡的錢 他表示不解 3D電影票本來就比2D電影貴 眼鏡的錢理應包含在電影票價格內 為何要額外給錢 調查 近三成影院需付眼鏡費記者對廣州67間影院調查發現 目前觀看3D電影需領付眼鏡費用的有18間 約佔27% 另有6家影院要求繳納拍金才能免費使用3D眼鏡 其中 天河區接受調查的13家電影院中 有4家需收費 另有1家將於9月1日起開始收費 白雲區12家影院也有4家需額外收費 而月秀區的6家影院中只有永漢電影院需要收費 位於珠江新城的花城匯 影城市從7月1日起要求 觀念而3D眼鏡的 如果沒有 憑當日影票令交2元即可換購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 雖然目前不少影院要求3D眼鏡令付費 但價格並不統一 從2元至15元不等 有些影院環為不同當次的眼鏡設定了不同價位 並稱價格貴的眼鏡質量更好 市民 提高眼鏡應是附屬異務對於這種收費模式 有市民並不買賬 記者走訪調查發現 大多數觀察 為3D電影的票價貴過2D的 應包含了眼鏡的使用費用 要求額外付費等於變相多收費 我購買了3D電影票 就應該獲得觀看3D電影的一切設備 不如按照電影院的邏輯 我時不時還該自大座椅 情小者說 調查中有市民表示 官轉介R了貴價的3D電影票 實際上和電影院達成了一種合同關係 官看3D電影沒有3D眼鏡是看不出效果的 提高眼鏡應是電影院的附屬異務 針對觀彈收 A數加對3D眼鏡收費的影院解釋稱 出售眼鏡是從觀彈將全衛生角度著想 以前我們每次回收眼鏡後都要進行消毒殺菌 但橫視有觀敵空多不乾淨 而眼鏡損壞的情況也時有發生 如果觀念陽眼鏡 我們可以值省成本 官慾S不會有排斥感 律師 影院做法屬強行搭受強制收取眼鏡費 是否侵犯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北京市刑科 廣州 律師事務所陳森律師稱 影院的做法侵犯了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 如果影院在售票時以及在影院的顯著位置沒有進行標示 其行為明顯侵犯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實際上 即使商家在售票的時候告知了消費者 或者在影院的顯著位置進行了說明 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9條規定 使用消費者享有自主選擇商品或服務的權利 消費者有權自主選擇提供商品或服務的經營者 自主選擇商品品種或服務的方式 自主決定購買或不購買任何一種商品 接受或不接受任何一種服務 消費者在自主選擇商品或接受服務時 有權進行比較、監別或挑選、影院的行為 其實也侵犯了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 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二條明確規定 經營者銷售商品 不得違背購買者的意願 強行搭受商品或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條件 影院的行為明顯為背了購買者的意願 應當屬於強行搭受行為 天天315電話QQ 報料 87776887 手機報料 185-2068-6633 郵箱 824932378 at qq.com 堂衡 陳健 魏婷婷 10.024p.com 確認 10.024p.com 堂衡 慌預 Social saman 雲